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艾伦都拼到六番离场 福哥一人就罚了26球 比赛的第三节场面十分激烈 或者也可以说是难看 每个回合几乎都有哨响 有些球迷是说裁判偏辽宁 但浙江队员的动作确实大 情绪激动 全场比赛看下来 裁判的控场能力是个问题 在全场哨声的伴随下 浙江队一直在苦苦追赶着比分 辽宁的阵容深度 独步联盟 能持球打敌人太多 浙江体育分命 第四节浙江 选择上小外援 内线太劣势 好在外线 最后时刻开了 才将比赛 拖到最后 第四节 还剩1分20秒 吴钱接到传球 终于命中3分 让比赛悬念继续 最后46秒 吴钱在湖顶 毫不犹豫投出3分 再次命中 吴钱再次用一天投射为球队续命 最后19秒 吴钱晃开浮阁 投中一记打板3分 分差缩小到了2分 这样的球 命中多少带点奇迹的色彩 可惜浙江丢了全场最重要的一个篮板 功亏一篑 全场比赛吴钱打了43分40秒 一共只休息了4分20秒 拿下29分11助攻 比赛过程中吴钱甚至一度出现了干呕的情况 就这样最后时刻 还是命中了三级超神3分 意志力拉满 这赛季我们对于吴钱的各种超神表界 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从揭幕战对广东到最后7败给辽宁 尽管赛季中期吴钱状态反复 但他仍是无愧MVP的名号 常规赛浙江41胜11副排带联盟第三创造队史最佳战绩 季后赛队史首次进入四强 也创造了球队历史 尽管带着遗憾 但浙江可以昂首离去 上赛季被辽宁淘汰 吴钱说再次归来时 他会变得更强 吴钱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迎来了自己第一个MVP赛季 也带着浙江走得更远 昨晚被淘汰之后 吴钱说结束也是开始 从头再来吧 还是那句话 再回来的时候 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下赛季我们会 看到一个怎样的吴钱 值得期待 N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再来吧 再来吧